第五千一百四十二集 在万须的主殿里面 热闹非凡 宴会已经准备好了 叶辰远远就看到 宇欢古地坐在首席上面 腰间佩戴的一把剑 那正是他想要的修罗剑 看到修罗剑 叶辰目光里露出一丝灼热 恨不得立即冲上去 将修罗剑夺回来 但是叶辰很清楚 在万须神殿里面 跟羽黄古地动手 只有死路一条 也只好压下内心的念头 幸好羽黄古地 正在与第二妖姬谈笑风生 也没发现叶辰的存在 武瑶掩饰得很好 夜邪神压低声音道 孙儿 剑在羽黄古地身上 咱们抢不回来 还是先去天津阁 寻找那古籍 叶辰点点头 眼下夺剑无望 也唯有去天津阁 找到那本记载着 破须玉坐标的古籍 一旦查到破须玉的所在 找到另外半截 无红神剑 就可以让爷爷 参悟无无 借用未来深的修为 到时候 强行出手 压制万须 夺回修罗剑 都是大有可能的事情 归晨 这次多谢你了 告辞 夜晨拱手向归晨 道谢告别 而后便与武瑶和爷爷一起 悄无声息地离开 今天是万须设宴的盛大日子 有许多宾客 也在万须山门里面 到处游览山水 所以夜晨三人的走动 并没有引起外人的注意 只是天津阁与万须 收藏神功秘籍的地方 那是游客进入的密地 夜晨三人 想去天津阁的话 怎么都会引人注目 三人小心翼翼 一路向着天津阁走去 在路上 夜晨隐约捕捉到 一股熟悉的气息 那是生徒网儿 母亲 生徒天音的气息 显然生徒天音 就被关押在附近 但眼下的夜晨 显然难以抽身去解救 神徒前辈 对不起了 以后若有机会 我必顶救你出去 夜晨咬咬牙 暗下决心 现在解救生徒天音 不太现实 进入天津阁最为重要 三人来到天津阁之外 只见一对对的天军修士 在紧锣密鼓地巡逻着 防守非常严密 想硬闯进去的话 除非将这些天军守卫 全部杀死 这么做的话 必然惊动羽黄谷地 爷爷 怎么办 夜晨目光看向夜邪神 沉声问道 夜邪神眼睛微眯 却看向五瑶道 小女子 如今 唯有你出手了 五瑶有些慌乱道 爷爷 我 我可以吗 这么多高手 我一个人没法解决啊 夜邪神道 不 我不是将你用武力 而是用慈悲的信念 去感化他们 五瑶呆了一待 而后目光沉冽下来道 嗯 我明白了 顿了顿 五瑶深吸一口气 便大步走了出去 什么人 那些巡逻的天军守卫们 看到五瑶出现 顿时警惕起来 诸位大哥 大家辛苦了 五瑶展颜一笑 那慈悲的眼神 带着祥和的气息 如春风话语般地 弥漫出去 全场天军守卫们 顿时呆住了 内心所有的警惕 戒备 消弥一空 只剩下温顺的念头 恨不得 要拜倒在五瑶群下 五瑶接着道 陛下的宴会已经开始 你们也可以休息了 这里交给我吧 一众天军守卫 听到五瑶的话 隐约间感到不对劲 但内心却被一股 莫名的力量笼罩 竟是纷纷收起兵刃 转身离开天津阁 往外走去 很快所有天军守卫 全部离开了 偌大的天津阁 顿时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叶臣大为吃惊 心想 五瑶妹妹的慈悲力量 居然强悍到这个地步 并不血刃 就解决了所有 五瑶的慈悲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心魔的手段 能控制人的心灵 只是心魔是以恶念控制 慈悲则是以善念 人心有善念 只要是善念还没泯灭的 看到五瑶的笑容与目光 都会受到感染 完全皈依慈悲的力量 如同皈依佛门 叶臣在煞食之间 内心闪过许多念头 他知道 无论是心魔还是慈悲 说到底都只是一种工具 是正是邪 那就看使用者的想法了 孙儿 走吧 夜邪神看到五瑶成功了 立即冲夜晨招呼一声 夜晨回过神来 马上跟爷爷一起 再带上五瑶 进入天津阁 夜晨牵着五瑶的手 却感到他手掌冰冷的出奇 面容也是苍白无血的模样 似乎很虚弱 五瑶妹妹 你怎么了 夜晨连忙问 五瑶勉强露出一个笑容道 夜晨哥哥 我没事 只是 灵气消耗太大了 五瑶动用慈悲的力量 控制别人的心灵 自身也要消耗灵气 他刚刚控制了这么多 天君守卫离开 自身消耗十分巨大 那你好好休息 我和爷爷去寻找古籍就行 夜晨腾息地摸了摸 五瑶的面颊 掏出些恢复气息的丹药 为他服用下去 五瑶轻轻点头 便盘膝坐在地上 运弓调膝 夜晨直洗身来 看着这巨大的天津阁 却是一阵震撼 万须的天津阁 非常庞大 一排排书架 整齐排列着 上面摆满各式古籍 还有一片片古老的功法玉剑 这是万须收藏神通秘籍的地方 可以说是绝对的禁地 一般弟子如果没有允许 根本没有资格进来 今天万须举行宴会 款待紫皇先公使者 这天津阁更是无人 静悄悄的 夜晨和夜邪神相视一眼道 爷爷 我们分头找 天津阁太大了 想寻找一本古籍 显然并非易事 夜邪神点点头 当下便与夜晨分头寻找 夜晨在一排排书架之中 快步略过 精神力一扫而过 就可以确定 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古籍 然而找了小半个时辰 夜晨也没有什么收获 甚至他就算想截略一番 也不太现实 很多珍贵的神功秘籍 都有特殊的禁止保护 如果强行迫近的话 很可能会引发不测的灾祸 在第一层的书架里 找了一遍 也没有收获之后 夜晨便是登上第二层 第二层所收藏的神功秘籍 更为珍惜 可惜保护禁止也更为强大 获解不易 夜晨在一排排书架之中连番寻觅 始终没有任何的收获 你在找什么 忽然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脆的女声 在夜晨的身后响起 夜晨惊出了一身冷汗 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清丽少女 正凝目望着她 那少女穿着一身五彩斑斓的衣裙 身边有几只蝴蝶 轻轻起舞 手里捧了一本古书 阁楼外的阳光照进来 落在她的身上 有一种甜静的美 墨彩蝶 夜晨看到这个少女顿时震动 这个少女居然是墨苍蓝的女儿 精通梦境术法的墨彩蝶 以前的夜晨 面对墨彩蝶的梦境 可是吃过不少苦头 夜晨死死盯着墨彩蝶 却感到后者手里的古籍 传来一股特殊的天机波动 那正是夜晨想要的古籍 或须欲的坐标 就记载在上面 夜晨 要来是你吗 墨彩蝶眼嘴一笑 迎望着夜晨 五瑶不在夜晨身边 她的伪装 并没有瞒过墨彩蝶的眼睛 在墨彩蝶的目光注视下 夜晨浑身伪装 都是烟云般散去 显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 夜晨脸色一沉 顿时感到不妙 只要墨彩蝶呼喊一声 无数万须强者 甚至羽黄谷帝都会杀过来 他随时有性命之威 展天九剑 省王霸者 夜晨反应极快 宁气画剑 一剑带着展天般的灵力威势 向着墨彩蝶披杀而去 要先发制人 击杀对方 你修为又进步了 墨彩蝶看着夜晨那锋锐的剑势 倒是不敢大意 慌忙往后退去 大梦千秋 梦境万象 向灵 紧接着墨彩蝶丢下手中的骨骑 捏了一个发掘 周围涌起烟云般的雾碍 笼罩四周 夜晨精神顿时有种扭曲的感觉 浑身飘飘荡荡 一下子就从现实世界 被拖入梦境之中 在现实世界里面 墨彩蝶万万不是他的敌手 但在梦境世界里面 那就难说得很了 又想在梦境里杀我吗 夜晨黑得一声冷笑 环顾四周 只见这里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 到处弥漫着鬼气阴森的气息 山石 大地 森林 都有一种压抑的气氛 远方的地平线上 更是有连片连片的宫阙 隐约有鬼哭的声音传来 这里是鬼王界吗 夜晨环顾四周 顿时捕捉到非常熟悉的气息 此地似乎就是传说中的鬼王界 猜对了 不过这是梦境 你也不用太惊慌 墨彩蝶微笑道 你想独自面对我 为何不叫人来 夜晨斜握着剑问道 我想试试自己的实力嘛 如果我能单独杀死传说中的轮回之主 那加上天大的功德 你的鲜血会成为我复活父亲的养分 墨彩蝶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笑容却是有点残酷 那就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鸿蒙大星空 开 夜晨不再废话 猛然一步踏出 背后炸击璀璨的鸿蒙星空 一点点星光荡漾 浑身气势暴涨 他很清楚 所谓的梦境秘术 其实就是幻术 想不被梦境幻觉影响 那就要有自己的领域 他身后的星空 就是他的领域 帮助